《大飛漢天下》 社民年是香港現存的 真真正正還有多少活動的泛民政黨 雖然四五行動 小黨小派 但是他們是堅造 所以政府要對付你 民主黨還有生存的空間 但是事實上民主黨已經不讓你吃飯 不讓你買春餅 當然對於社民年 這些小黨要你解散很簡單 就是財政的來源 長毛已經在坐牢 真真正正還在這裡出來的王浩銘 或者長毛嫂 跟著就是阿牛 他們這幾個每一次 就是說香港一些特別的日子 他們都會站出來 雖然人少 但是他們的生存空間 就是靠香港人的捐款 其實你每一次走過東角圖 有時星期六天 你都會見到牛哥 見到社民年 跟著擺街站在這裡籌款 以維持他們最低限度的操作 結果匯豐銀行 其實不單是匯豐 匯豐、渣打 和中銀 就是香港三大最大的銀行 他們現在都拒絕社民年 用他們的公司戶口和私人戶口 又是以匯豐 原來事源今年2月 匯豐沒有通知情況下 已經結存了他們三個戶口 當然 為什麼會這樣做 其實 17年的戶口 當然是一個老客戶 你賺不賺到的錢 是一件事 但是所謂以人為本 國際大都會 無緣無故咳人戶口 而不需要擺解釋 其實是的 近這十幾年 如果你去開銀行 中銀就少些 如果你開恆新匯豐 因為他們之前幫伊朗 幫中國 尤其是一些所謂的 叫做毒品組織 毒販組織洗黑錢 被美國制裁 天價罰款 之後很多戶口 開了很多年多了 只要你出入的數目 走來走去 無論你私人公司 尤其是恆新匯豐都會禁你 不用給你解釋 叫你結存就算了 今時今日就用同等的方法 作為對付社民燃 不止它一間 渣打中銀都是 我相信如果再開戶口 就真的要想花旗才行 始終都是美國勢力 大家要明白 今時今日的特區政府 它要令到所有 所謂有反抗意志的人 他們都要壓下來 這樣的話 社民燃就是目標 我不能夠用法例 不能夠用任何的東西 去抓來 其實社民燃也都在降線 譬如疫情期間 你說四人聚責 我就三個人 五一我就照申請 看看你不反對通知 社民燃是一個不停地 視你中共現在這條紅線的一個組織 結果它對你動不了手 截斷你的經濟來源 打個招呼 那匯豐就這樣做 結果這個我相信是真的 如果不是沒有理由做這些事 匯豐都不想千古罵名 但是國際大都匯豐 這些這樣的機構 這些銀行家 連社會責任都沒有 連道德良心都沒有 我可以告訴你 真的不要對它心存幻想 全面依靠中國 而更重要的 它第一大股東是誰 平安保險 那你就明白為什麼會這樣 現在匯豐 剛剛今早訪問黃東盛 黃東盛都說 這些個別事件不評論 所以匯豐也都調整了 重歸香港和中國的懷抱 大量在全世界 省事麻煩 很多的就是說 不是很賺錢的分行 或者的國家已經全線結業 將所有的資源 就是北望神州和香港 所以來到這裡 你說匯豐會不會對中共延聽計寵 百分百會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share 訂閱科金 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Pitchcock 大菲安天娜 需要大家的支持 拜拜